我们来请教Amanda老师 哪些新作的女人 特别懂得享受生活 对 其实我们这边讲的 享受生活 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 因为人生就是自己在过的嘛 所以有时候自己觉得 很快乐 很享受 这就是可以有上榜的感觉了 今天我们从星盘当中的太阳 以及与每个人的内在 有关的月亮 还有我们怎么花钱 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才重要 跟我们价值观有关的 金星这颗行星 还有上升星座 这四个部分来看看 懂得享受生活的女人 通常是具有什么样的特质的 首先第三名我们要恭喜 如果你有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好 昊仁箱上榜了 太阳处女座 我们懂得享受生活 是因为我们能够 小资情怀大大享受 好 因为对很多处女座来说 真的享受人生 不一定要花大钱 就处女座 他们可以把一块钱 用到一块两块的 这种极致的一个特质 好 比方说啦 像有些处女座朋友 你说我没办法出国 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很烦闷 心情都美丽不起来 他们就会想 好 我一定要用一个办法 让自己心情更好 他可能在下班之后呢 去买一个这种 我们讲说可能某个价位 比较高一点点的 一个冰淇淋好了 一个甜点 虽然可能这个价格 有一点高 但是他整体你说 跟花格那种六位数 七位数不一样 对不对 不用那么多钱 可能就是几百块钱 但是吃了之后 他觉得这是为了我 什么这一个月 这一个礼拜的一个辛劳 他们一样有一种 我现在当下 我是对自己很好 爱自己享受人生的 一种特质的 很多处女座朋友 比方说出国玩好了 或者是在台湾 想要吃那种 米其林的餐厅 他们也会去算 同样是米其林餐厅 晚餐很难订 又很贵 人又多 所以他们一样 这种想要享受 米其林的待遇 那种享受 但他们会选择午餐 午餐低 可能相对之下 人比较少一点点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会觉得 晚上才是享受 中午人少 其实那个氛围 反而是可以 很轻松很自在的 还是中午比较便宜 对 中午重点来了 便宜非常多 可是它一样是 米其林的水准 米其林的服务 所以相较之下 我用比较少一点的 这种金钱 可是我一样可以享受 我吃过米其林的 这种感觉 是 好 这就是一种 村女座的朋友 有可以好好享受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像浩然姐说 马云然我们去加拿大一趟 对不对 我不用花到 我虽然很接近气味数 但不用花到气味数 但我相信你的那种 享受的品质 跟那种程度 而且吃了很多便宜的龙虾 我也是宿女座 可是我虽然把房子卖掉 我最经常吃米其林 是啊 米其林路边摊 好 但一样是米其林等级的嘛 超好吃的 因为我们现在讲 享受是非常个人的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我心情很好 这就是一种享受了 第二名呢 我们说是 如果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好 射手座的朋友呢 勇于尝试可以体验人生 好 因为确实有些星座 可能像刚才浩然姐讲 那个宗平哥啦 虽然她不是女生 但有些朋友出国玩 像我有认识 她到国外哪里 她一定要吃中餐 她觉得这样子 我才有一种胃会暖 我有吃到晚餐的这种感觉 可是这样子 对于很多星座 甚至对射手座来说 那你待在家里 你叫个吃的 看着电视就可以了嘛 你何必真的要出去玩 对不对 所以对射手座来说 我懂得体验人生 我体验人生 我享受人生的方式就是 任何的这种事物 我不设限 只要安全 甚至有一点点的刺激冒险 他们就会勇于去尝试 所以你说到国外 去那种什么高空弹跳 你说你看新闻 那种六十几岁的奶奶们 或是七十几岁 他们一样敢去高空弹跳 或者是去做一些 这种不一样的尝试 可能就带有射手座 他会觉得 人生就这么一回 我也不确定 我下一次 什么时候再来轮回了 为什么我不这一次 能够怎么玩 怎么享受 我都去尝试 我就是 就像我们讲了 进了游乐园好了 你买了这个人生的套票 来到这个人生的游乐园 我就一定要唱完到底 所有的 好这个我都去尝试看看 这就是我享受人生的 一种方式了 第一名呢 我们要恭喜的 真的懂得享受人生 享受生活的女生 就是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呢 看得通透 而且身心平衡 朱莉姐的上 金星 金星天秤 金星天秤 就带有这种特质了 好其实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讲了 讲实在话 现代人有时候会把享受 跟花钱划等号 其实我觉得那不尽然的 好就像我一开始 节目讲那个戏剧 就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买了很多H牌的包包 就好像我很懂得享受人生 那个叫做杂钱 然后就说 对于有一些这种 天秤座特质来讲 他说我要买一个名牌 其实首先什么 我要知道为什么 我要买它呀 H牌的包 大家都说好 好在什么 它的工艺 它的品质 甚至是我买了这个包 我可能联想到过往 它那么长久的这种 码具的历史 我有一种跟过去历史 连结的这种情怀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 知识方面的一个吸收 我不只是用了这个产品 我还在我的心灵 我的自信上面 也得到一种提升 其实这个是射手座的朋友 我们买一个东西 但是它背后可以带来 一大串的享受的这种特质了 好像就理解前面讲的嘛 你去可能真的是叫了一个 加强的礼车去参加这个 不管舞会 或者是去吃一顿这个餐 可为什么我要坐这个车 除了我觉得很豪华 很享受之外 它过去为什么这些贵妇 要坐这种车 可能它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在 好那其实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 好那这边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享受人生 不要跟其他人比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因为你跟别人比 我觉得别人的人生体验 你可以拿来做参考 对 可是日子是自己在过的 我觉得什么叫做享受人生 是 我就很想跟Julie姐比 你比他做 他做那个旅车 我一定要比他还大台 就只好坐公车 也是 可是 可是你要跟大家一起坐 对啊 有时候公车是包的 包公车 那也蛮浪漫的 而且公车的价值 其实是很贵的 再来就是说 我会觉得享受是你要跟自己比 我今天的心情有没有比昨天更愉快 我今天的肌肤有没有比昨天更有光彩 其实这都是一种什么 这才是真正我在享受人生 就是对自己好爱自己 不要跟其他人比 重点要跟过去的我来比 我更开心 其实这就是我在享受人生了 是昊然 昊然你 是你们的私人飞机啊 在谈 在谈 对过阵子就要买了 也是 没有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贵妇 但我们就是要让自己 变成自己心目中的贵妇 因为我今年八月就刚满五十岁 过了五十岁生日 我就觉得女生 我们一定要接一句 看不出来 对啊 不好意思 我的妖记礼貌了 看不出来 真的吗 你在怎么演神的 然后过了五十岁生日之后 我九月就确诊了 觉得确诊 就自己在家里就关了七天 然后那七天我就一直在思考 自己的未来 因为我老公都爱拍戏 我老公就是那一种 他钱拿去买花草树木 他很舍得 但如果要出国玩 去哪玩 他就会 斤斤计较 他就会觉得说 好像花那么多钱这样 他常常就 加拿大呢 是他早就说要带我去玩的 因为是女儿在那边念书嘛 但是我女儿没去之前 十几年前他就跟我说 他去加拿大工作过 那边很美啊 一定要带我去 然后十几年后 我每次跟他提 他都说要时间啊 要工作要拍戏啊 现在忘记很贵 所以那七天我在房间 我在想说 不行 我们总是过了五十岁之后 要让自己不一样 对 对不对 然后我就开始 就开始上网 开始问旅行社 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让自己 当个十几天的贵妇 就是没有老公 然后就只有自己 然后你去到那边想吃 想做什么 去的地方都是很有情调 很美的地方 我就在那七天 没有老公 是孕妇吧 还是 不是 因为你知道很多你看 因为我那时候七天 刚好看到 划到孙芸芸的新闻 他在澳洲 跟他儿子女儿嘛 对 读音哥我跟你讲 跟老公出去 就不能当贵妇了 因为我老公跟他出国的话 就是要那种走入乡间 走入那种 对他就会去往那种地方 自己自足的那种 那我就觉得说 那好 我就也没跟我老公讲 我就开始订机票 然后通通订完之后呢 然后包括了 要去坐飞机的那一天 我老公前一天问我说 要送你吗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你就拍戏就好了 我就自己叫了 跟我儿子就叫了 那个宾室的休旅 他就开到家里 超大一台 然后我们就坐上去 然后我们就到了机场 就整个就飞到加拿大去了 然后去到那之后呢 因为我女儿在那边 还蛮熟的 她就在开始规划 这十天的贵妇行程 譬如说所有很美的餐厅 看得到那个电视塔的 顿多那个安大略湖旁边 然后尼加拉瓜瀑布 旁边的餐厅 全部都帮我安排好 钱不是问题 我就是要享受 钱妈妈付 对 对 然后也不用老公付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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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 出发 到处观光里 三人开 对 然后还去了那边的 他们的那个香奈尔 就是很多人 会在他们的那边打卡拍照 对 这是香奈尔的专门店 对 因为很美嘛 在顿多 然后我们就是十天的行程 然后他们就是说 顿多那个龙虾很便宜又好吃 对 这个是早午餐 然后后面是他们 早午餐吃这样 对 他们早午餐就吃牛排了 早午餐 午餐 对 然后后面就可以看到 而且这间餐厅 它的外面是游泳池 然后后面是他们很 一个景点电视塔 是 对 反正我们就是十天 然后右边那个是在 尼加拉瓜瀑布那边 然后还可以点个 他们的冰酒什么的 然后转过去看 窗户外面就是他们的尼加拉瀑布 哇 超美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十天 有影片耶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外面就可以看到瀑布 你看那个瀑布 就觉得 人生到这年纪 才是人生 才是人生 然后你坐在那边 吃的牛排 喝点他们的小酒 然后旁边又没有 可能会陷入你东 陷入你西的老沟 这怎么听起来像重点 因为有时候跟老公去玩 他会 他玩的跟你不一样 那他吃的跟你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那十天 我就非常开心 是 我就觉得说 没有老公这个猪队友 就心里比较轻松 不然说带老公的时候 你吃什么 玩什么 他说这又不好吃 还要这么贵 就有人在旁边煞风景 而且 你想要帮你拍照的时候 还会咔到头 或者是咔到什么 拍成一个短腿的 或者是什么的 对不对 我三年前 不是 我三年前跟他去纽约 他中餐 他在找牛肉面 然后在晚餐找乳肉饭 对 他到找那种中国餐厅的那一种 我就觉得 跟他出去 然后你又 为了夫妻不要有争议 我又会配合他说 既然你想吃 他觉得那样才饱 对 所以我这一趟贵妇行程 我就觉得很开心 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方式 然后我替篤霖哥问一下 这重点十天花多少钱 雅兰姐 钱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有七位数吗 没有这么多 没有 但是还 差不多 不是要想想想 但是他还是忍了好多年 存了好多年的私房钱 对啊 一次给他说哈 对不对 一次给他爽到 五十年花七位数 不过分 不过分 对啊 就是很开心 然后又觉得我的人生 在这十天当中 我就不一样了 你这个眼界 整个视野都不一样了 好棒 好羡慕 搞不好我也 我也有可能 来 我们请一下Amanda老师 对啊 下次有机会 嘉靖君不只游台湾 可以游一下加拿大 嘉靖君游巴黎 可是我还是想介绍台湾 嘉靖君游 嘉靖君游 因为我玩我们可以自己去玩 对 但是我觉得戏剧里面的作品 我还是希望可以介绍台湾 对 年轻人你在迷我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 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脸书官方粉丝团